而月牧日圆的朋友在四年的運程 其實今年你們是行偏印性的 偏印是代表跟宗教、武術比較有緣分的 所以平時你們去街 今年會經常遇到一些宗教界人士 好像經常見到和尚 經常見到牧師之類等等的人 今年都是有利學習的 所以你們是可以去報道一些course的 而且很容易遇到好的老師教你們的 所以今年應該是多些吸收知識去增值自己 月牧日圆的朋友今年的事業運 其實是很壞參半人的 但是設計今年是不適宜創業的 所以要創業的朋友可以等一等 等到月牧日圆才計劃過 至於在財運比較好的月份 是新年4月、5月、6月和7月 而在職人士其實在9月份有機會轉工 這一點自己留言 而感情方面 月牧日圆的朋友 其實今年比較差幾月份 是在新年6月和7月份 尤其是你出生在夏天和秋天的朋友 也多點注意 而月牧日圆的女士 今年的桃花月是在新年8月和9月份 今年感情比較複雜一些 因為正片桃花一齊來 所以可能有兩個人或以上的男子 同時間追求你 只要自己專心一點 安定一點就可以了